说回收息股,不如谈谈中电 昨天公布了业绩 上半年业绩是营专规 股东英占预算是48亿5千万左右 去年是赚46亿 第二期的中期息是维持0.63元 昨天我们的传闻股掌的游戏 都是问中电的收市价是多少 恭喜了特长朋友 如果看完他的数据 接下来又说有机会加价 如果我是一个志在收息的投资者 中电看完他的数据 你又觉得值不值得去考虑? 其实负面消息已经消化了889 因为之前已经预告了 业绩表现也不太行 所以现时的股价 其实对应刚才我们说的建行的时候 之前的股价还要远一点 已经去到2016年2月位置了 债近6年半的一个低水平 所以站在价格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吸引的水平 但是如果针对以收息来考虑的话 现时来说只有4厘7厘 其实就不是很吸引的 最主要就是 冲景可能是未来的加价 以及本地零售市 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用电的需求量增加 会对股息率有提升的作用 有这个冲景的时候 才会考虑现价会吸引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就稍微低一点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到63到64元之间 才考虑吸引 那个息率就会比较保证一点